原理新湖伟溪因为污染严重 县府特别在轮被排水的交汇处 设置水质净化的工程 而今年4月份已经完成了 经过一段时日的试运转之后 这一天举行启用仪式以及成果展 而这项工程特别之处在于几乎都是地下化 将水引入之后 经过大约6个小时的历史过滤 然后再进行放流 预估每天可以处理5500吨的废水 大大减低新湖伟溪的负担 新湖伟溪如被排水水质净化工程 上午举行启用一世纪成果展 因净化工程主体都在地底下 因此外头一片绿油油如同公园一般 让人对工程建设有了不同的看法 你看看现在环境变得很美观 我刚才来的时候还没有什么的理念 但是我看这个开工的时间 是我们那时候来参加的地方没错 整个都没轮没缓 就是一个净水场 我觉得好像是公园 好像是公园 就是用我们这个生态 一个生态的工法 新湖伟溪因为不问核多案污染严重 因此环境新政府决定将支流轮沛排水 先行处理再放流 以减轻新湖伟溪的负担 前来参加的环保署水质保护处长叶俊宏指出 环保署将陆续投入经费 来协助云林的水质改善 今年都在环保署这 预定还预装差不多一亿的经费 和福利有关这还来做这个改善 社会福利要做得好 基本上 那个卫生医疗要减低 要减低 那卫生医疗要减低 环境维护就要做得更好 环境维护做得不好 医疗基金一定提款 医疗基金提款就对了 社会福利就一定做了败 罗被排水主要污染源 除了家庭废水外 养猪畜木物业更脱不了责任 因此岳俊宏强调 未来环保署将与农维会协商 如果将畜木废弃物变成资源 而不是污染源 北京都把养猪汇水当成废水 所以来管理它 其实养猪的分量应该是一个主管 他应该拿回去农地做肥料 所以现在我跟农委会也在讨论 左右把这个起地的分量当成是农地的肥份 然后不要变成排到河川来污染河川 这座净化水质工程是将沦被排水的水 引入地下的过滤设备后 经过大约6小时的七里铺过滤和沉淀之后 然后再将水放流出去 记者李明燕与你采访报道